干嘛不回我呀 我好伤心啊 最近忙 听得出这些谁吗 不认识 也对 你不怎么听歌 是个刚红的新人 总缠着让我给他写歌 那你理他干嘛 我爸很捧他 他的嗓子很独特 怎么 看我搭理他你不高兴 你实在不高兴吗 喝苦 你说 这些人都涂我什么呀 我哪知道 但凡接近我的人 总要涂我点什么 对吧 我也涂啊 涂你的脸 我就知道 就让你觉得 我和别人没有区别 也好 说 动一动手指 两个月的工资就没了 不过 反正我也不可能结婚生子 留着钱干嘛呢 花钱无非为了让他高兴 只要看到他开心 我就高兴了 知道了 花了 不过 来给我摁摁头 好 你再筹备演唱会吧 嗯 还是尽量少开点吧 太牵扯经历了 累 我知道 你喜欢写歌 哎 你猜我那天见到谁了 啊 谁 你大学时候那个男朋友 他回国了 冯针 你知道 他不是我男朋友 这么急着反驳啊 不是男朋友 不对啊 我说过 我和他只是朋友 当年修了冯针 又戏弄了我 明明你才是 最乞开得胜的那个 为什么还要提 他很关心你呢 问我们是不是在一起 你猜猜我怎么说啊 不重要 我不想聊这些 怎么了 不高兴 没有 只是不感兴趣 别装了 听到这个名字 你眼神都病了 当年那小子 因为我们在一起 我们没有在一起过吧 这样子 不叫在一起 我也不是什么 你后宫的一员 你说什么 你真的要讨论 我们的关系吗 有必要吗